首先认识一下腰椎,腰椎包括L1 L2 L3 L4 L5 腰椎之间的缓冲区域叫做腰椎尖盘 外面是很多圈子纤维环 纤维环中间包裹的果冻状物质成为衰合 正常的腰椎可以向前向后弯曲,也可以侧区转动 如果脊柱长时间处于向前弯曲的状态 此时腰椎前方的压力会远远大于后方 长此以往会造成腰椎尖盘受力不平衡 碎盒产生生理性向后位移 导致腰椎尖盘的膨出,突出乃至突出 就产生了腰椎尖盘的突出症 研究表明,90%腰椎尖盘突出症都发生在L4 L5 S1之间 腰椎尖盘突出症本身没有症状 只有当突出了碎盒压迫神经的时候 才会出现腰疼,屁股疼,腿脚麻布的情况 导致腰椎尖盘突出的习惯 原因一,姿势不正确的久坐 有研究表明,站的时候几度承受体重100%的压力 坐在的时候几度承受体重150%的压力 坐在身体前行驶,几度将承受体重250%的压力 原因二,过度的弯腰工作 弯腰时,追骨对腰椎尖盘前方的压力明显增加 长此以往,腰椎尖盘就容易变形 碎盒也容易从后面突出 原因三,长期受寒 当腰部受寒时,寒冷的刺激会引起腰部周围的血管收缩 肌肉奔紧,腰椎尖盘内的压力会增加 长时间的受寒就可能导致纤维环破裂 碎盒被挤压出来,导致腰椎尖盘突出 原因四,肥胖 由于体重的增加,会加大腰椎尖盘的压力 容易损伤腰椎尖盘 日积月累就可能出现腰椎尖盘突出的情况 如何确定腰椎尖盘突出症 这里提供一个简单的自测方法 动作一,采用坐姿 身体坐在凳子上,尽可能含胸驼背 然后缓慢低头 下巴尽可能靠近胸口 如果出现疼痛加重的情况 就有腰椎尖盘突出的可能 动作二,在动作一的基础上 尽可能抬高疼痛一侧的大腿 如果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 那么再进行动作三的测试 动作三,采用站姿 双脚前脚掌着地,缓慢行走 如果疼痛一侧腿部 行走时出现动作受限 那就基本能确定是腰椎尖盘突出的情况 今天带来麦肯基康复疗法的训练 对于那些单纯的 盆出和轻微突出的腰椎尖盘突出患者 有明显的效果 当挤住后身时 腰椎尖盘向前运动 可以将腰椎尖盘突出的碎盒 向前松动 从而减轻神经的压迫情况 以此来改善疼痛的发生 动作一 身体俯卧平躺 双臂放在身体两侧 头转向一侧 保持这一姿势 做几次深呼吸 然后完全放松全身肌肉两分钟 动作二 只有在做过动作一之后 才能做动作二 保持动作一的扶握姿势 将手肘放在垂直于肩膀之下的地方 用手肘支撑起上半身 保持这一姿势两分钟 目的是伸展腰椎 减少腰椎尖盘的压力 动作三 在第一次进行动作三之前 请先做一次动作一和动作二 保持扶握的姿势 手臂弯曲放在身体两侧 摆出做扶握撑的姿势 然后伸直手臂 在疼痛可以忍受到前提下 尽量撑起上半身 注意肢骨不要离开地面 在追高点保持一秒钟 然后再回到起始位置 此动作重复十次 要求重复这个动作时 尽可能使动作的幅度 比上次更大一些 这个动作可以伸展腰椎的同时 帮助突出的回纳 动作四 双脚分开站立 双手放在后腰部 四指靠在腰椎两侧 躯干尽量向后弯曲 使双手作为支点 此动作重复十次 如果动作三完成不了 可以先做动作四 动作五 身体仰卧在地面上 双腿弯曲 使两膝盖靠近胸部 抱住双腿 在疼痛可以忍受到前提下 轻柔而缓慢地将 两膝盖尽量靠近胸部 保持这个姿势一到两秒钟 然后放开双腿回到开始的位置 做这个动作的要求是 每次都要比上一次更靠近胸部 目的是缓解下背部的僵硬感 增加肌肉弹性 此动作完成后 应该马上重复动作三 来恢复腰椎的曲度 动作六 在练习动作五 一到两度的时间后 并且没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下 才能做动作六 坐在椅子的边缘 双脚尽量分开 双手平放在腿上 向下弯腰 双手抓住脚回 或者尽量触碰地面 然后恢复到初始的姿势 练习时尽量使每次弯腰的幅度 比上一次大一些 每足需要做五到六次 目的是缓解下背部僵硬感 增加肌肉弹性 此动作完成后 应该马上重复动作三 来恢复腰椎曲度 动作七 在动作六连续训练两周之后 并且没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 才可以做动作七 双腿分开站立 双臂放松在身体两侧 向前歪腰 双手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 尽可能向下伸 然后返回到初始的姿势 练习时尽量使每次歪腰的幅度 比上一次要大一些 每组做五到六次 每天做两组 在做过动作七之后 应该马上做动作三 注意事项 正常有效的训练是 在训练一段时间后 你的脚步疼痛感首先消失 慢慢腿部疼痛消失 再后来臀部疼痛消失 最后腰部疼痛消失 即使在疼痛感消失之后 也需要继续练习 不过你不需要进行全部的练习项目 可以多做练习二和练习三 中间配合练习一 最好是早晚各一次 为了避免疼痛复发 你需要久坐或长时间弯腰时 定时休息 再配合做动作四 如果做完之后疼痛没有缓解 而是加重了 那就需要马上停止训练 今天内容就这么多 大家有问题 欢迎评论留言 拜拜